江玲你好 你好小冉 今天非常有幸 我们这个看中国的小冉访谈节目 可以采访到这个 前解放军报的记者江玲 那么江玲呢也是 35年前六四大屠杀的这个见证者 那么现在我们请江玲 给我们回忆一下 就是35年前那一幕 6月3号或者6月4号 您见证了什么 我真的是 我见证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因为当时我6月3号之前 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 我是采访了拉萨戒严 拉萨戒严呢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就是 也不是中国历史啊 就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史第一次 然后对老百姓大开杀戒 当时呢 我作为《九条金报》的记者 然后就到拉萨 那么我们那个 我们去的时候呢 已经是那个戒严 就是镇压平息了 镇压平息了 然后就拉萨是一片瓦砾 就都是烧 就是有那个烧杀 还有那个就是的那种 那种几项那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所有的人包括政府 包括这个 包括那个民宗委 就是管那个拉萨 那个民族事务的戒严 他们认为戒严没有用 特别是拉萨的国安局 国安局长 他呢就是说 他说拉萨这么少 人那么少 我们国安局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根本不用你们来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我觉得就很诧异啊 我说你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 军队都来了 这个军队之所以能来 就证明你们无能嘛 就是你们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军队才来的 后来他说你要不相信的话 我带你到监狱看一看 就我就跟他去了那个拉萨市的 那个国安局的监狱 一进门 所有的人在那说 爸爸爸爸就叫他 后来我很奇怪啊 我说他们为什么管你叫爸爸 他说我都认识他们呀 他说因为我都认识他们 所以他们他们这样称呼我 如果我不认识他们的话 他们会这样称呼我吗 下雨了 下雨了下雨了 没事 然后呢 那个 他说你现在你可以相信了吧 后来我说的那个 我说是的 但是这个不幸的是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 就是在采访其他的 包括医院的医生啊 还有很多那个当时 原藏在拉萨生活了几十年 就用那个中国报纸上的话 就是说他们献了青春 献子孙的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不赞成这个戒严的 他们说你们戒严 你们一开了杀戒 就破坏了 我们和藏族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们开了枪 你们走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要面对他们 我们原来关系是很好的 那么现在这个一开疆 整个性质都变了 就等于是 就我们汉人对藏人 欠下了血债 所以这是我当时那个 从拉萨回来的这个建议 那么回来不久 就赶上北京的这个悼念 胡耀邦的这个活动 那当时我也在现场 因为我每次从回家的路上 我一定要经过天安门 那我经过天安门以后 非胡耀邦去世 能够引起这么多人 就是百万人上街纪念他 然后天安门的那个就是纪念碑啊 什么全部都是画卷 路上也都是都是人 这样 然后呢 就是我回去跟其他人讲的时候 他们都不相信 说的超过了原来就是76年的四五天安门 纪念纪念周来的那个规模吗 我说超过了 我说那个从人数看 从规模看都应该超过了 他说哇 他说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很大 然后就接下来呢 就是开始了这个学生的就是学生的游行 学生的游行当然也是因为是悼念胡耀邦 就是四二六当时那个社论 就是你有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因为有我以我们来判断 他们这不是什么动乱吗 他们无非是表达他们的一种就是对胡耀邦的那种去世的一种一种心情 一个是胡耀邦这个他当时就他生前啊就是平反和招穴了很多人有很多被那个当时被打成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些人然后都得到了招穴然后都得了平反 所以呢这些人一个是感谢他们还有一个呢希望中国就更进一步的在胡耀邦之后然后更进一步的就打开中国的大门就开放的力度能更大一点 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能够上街呢就是当时发生了那个就是由于经济改革然后出现了官岛所谓的官岛呢就是这就是这些手里有权的然后他们呢手握政府的那么这些资源呢他们没有 说是开放了但是并没有开放给老百姓他们实际上开放给了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人是无法享受到开放以后的政府手里的这个资源的所以呢就叫做官岛他们一下子就盆满钵满但是老百姓呢是拿不到这些资源他们根本一分钱他们都见不到就是老百姓仍然是没有提出了反官岛反腐败的那个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提出了这个口号实际上也是对胡耀邦的一种悼念就因为他生前呢是倡导这个的倡导就是我们要就是老百姓和呃就是官员啊要要要平等这样的这样的概念他本身也是一个很亲民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游行当中所以这个游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游行的场面 这个学生是非常有秩序的因为他们害怕就是一些不法分子然后混入到学生队伍里面来假装学生队伍然后来来那个干扰这个整个学生运动的就是整个学生游行的这个纯洁性 所以他们一路上都是拉着手的就是尽管中间这些人都是往前走但是旁边呢有维持治安的他们都是这样这样拉着手拉着手然后你其他的外人是进不到那个学生队伍里面来的 因为他们也是吸取了就是呃86年胡耀邦下台的时候的那个教训那个时候也是发生一次那个学生运动嘛当时就是反对自由化当时以这个名义让胡耀邦下台的 所以他们害怕就是对现在的那个政权就是赵紫阳的那个赵紫阳的那个赵紫阳的领导然后再次重演这个86年胡耀邦的这个悲剧所以他们这游行队伍是设计的是非常好的组织也是非常有秩序的就是在那个整个的那个期间 根本没有任何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呢不但没有呢就他们提出的这些口号就是获得了整个北京市民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支持 所以这个这个规模应该说是学生运动六四但是实际上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就是全民的就是北京从北京市来讲 就全民的就全民的包括北京市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就包括我们的那个九号金报也有人参加了这个这个游行这个那么后面再讲了就是所以就是你当时是作为旁观者就是说你去看这个游行是吧对对对对因为从记者来讲 从记者来讲没有没有旁观不旁观的就是记者可以去观察对吧但是我当时报道呢 我因为是刚从拉萨回来我身体特别不好就是拉萨是缺氧然后回来以后是醉氧就是症状都是一样就是浑身无力就对那个空气就是从空气稀薄的地方一下再到空气非常饱和的地方然后也是很很不适应的就是一直处在那种地方所以我们报社的 就是你的报社头呢就说的那你去好好休息这样的而且正好海南纪石当时约我写一篇拉萨剪的那个报告文学 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在家里写这个还有一个休息 但是我是非常关注这个就这个运动呢我我为什么没有去采访呢就是从军队的报纸来说我们没有责任去干涉就是地方的这些这些活动 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报道这个军队的这些事情当然我也报道过地方的那些地方的活动那那这个就是报社要允许你去才可以 但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军队的状态是好的因为在改革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1989年的时候 就等于是就那种开放之风啊就是那个反思文革和反思我们这个体制 但是这一种这种深度已经开始了而且十三大以后就是赵紫阳代表中国中央做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报道也报告 这个报告出来以后这个反响也是很大的就是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在政治上就是把我们这个体制改革一下就包括军队 那么军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的职能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那个时候也在也在讨论就是呃我们的军队要不要从党军转变成国军就转变成真正的国国防军 就是说这个军队不要就现在那个时候和到到现在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这支军队他是听党的对吧党指挥枪是是是是这样的一个体制 但是就说我们要如果向民主社会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军队应该是他是服务于国家的他只听从于国家的 而且他的他的他的职能只是保卫国家而不是对内去镇压老百姓这个职能应该是很明确的 我们自己实际上也是心里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我们没有对这个就是学生运动进行进行报道 但是我们几乎我可以说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而且呢对这个学生的运动呢也不是很反感的那当然呢就是说你说有多么赞成也未必从我自己本身来讲 我并不我并不是很赞成这个学生的这个就这个后来发展的就成了又又绝食啊 然后时间很长的这样的就长达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运动那样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失刻而止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看我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也目睹了1986年当时的学生运动 然后怎么样就是迫使胡耀邦这样的一个改革派的领导人下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局面 其实并不好就是我觉得在在那个国家转型的时期就是大家的这个这种抗议都应该是就是有有节制的吧 就是这样的就是政府跟政府能够达成一些那个就是妥协这样的 因为很多问题它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就它是可以逐步的解决的但是我就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就是会发生这个会发生就是解放军用非常残忍的这种手段 坦克机关枪对准手无寸铁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是最早是有预就是应该是说是有 要用一个什么词啊就是说是有预兆的对有一次我回我从那个就是宿舍回到回回回我们家的时候 如果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好赶上38军的几辆满载士兵的那个军车在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团团的围住 然后呢这些学生呢就呃是很理性的在跟这些车上的军人在讲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宣布戒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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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跟跟这个军人在讲说那个我们我们是和平请愿那样的 啊然后你们你们不要那个就是对我们采取行动那样的说戒严是没有必要的嗯 就是讲这个道理而且呢呼喊那个口号都是军民一家呀嗯就是识看天下谁能敌呀就是都是很和平的这样的口号 然后唱那些拥护解放军的那个歌曲啊什么的都是很和平的很和平的歌曲 嗯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其实很为这些广场的这些被文贵的这些军人嗯很很很难过那样的啊 我觉得他们他们为什么就是接受这样的命令然后受到受到这样的这个这个包围这样的啊 其实虽然是很和平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些这些人对他们是有意见就是大家对这个对这个戒严是有意见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到报社我跟那个呃我们的领导然后提出来我说是不是写一篇内参嗯就要求这些呃参加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全部换成武警的衣服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说武警呢是执行这个执行内卫任务的嗯解放军的职责 对内没有职责嗯然后我们我们是我们的功能是对外的没有对内的对内是武警在嗯在在在做这件事情嗯如果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就使得就将来 就是如果这个矛盾继续计划化就的话你你没牌可打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也是从从那个拉萨的这个戒严看出来的这个问题 因为拉萨戒严当时是动用的武警然后呢是西藏军区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开枪就是他们他们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冲突啊你想都是生死的这样的冲突吗 但是最后军队的就是戒严开进以后然后呢那个就非常平和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因为军队最后是来来来抹平这个嗯这个就这个矛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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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获的这样的 我说你现在你上来你就是动这个王牌你来用军队来对抗这个老百姓你将来这个发生了冲突以后你怎么解决你靠什么去解决你靠谁来维持这个这个秩序对吧就包括那个毛在世的时候也是啊他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乱他最后也是他靠军队来平息这个事他就说军管对吧那这些军管呢他没有发生这个 冲突他是来管理来平和平复这个矛盾的他不是来计划这个矛盾的所以这个就是就邓小平的这一招就说他来动用军队来军管本身嗯这一招就非常臭的臭气嗯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写一个内参然后建议中央军委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需要这个军队来参与这个事情的话让他们全部都换装 换成那个武警的衣服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嗯但是没有人听我的这个建议也没有人说你在写这个内参吧这样的嗯大家就是我们头跟我说你管这个闲事干嘛回家好好休息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就很不愤我说居然这样嗯因为我我那个从拉萨回来见到那个情况简直是太不一样了 我特别伤心我就为两边伤心这样的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最后激起来激发这个矛盾无法收拾嗯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象到就是说真的就是六四哈六六月三号晚上六四凌晨他真的会开枪真的会用坎坷啊去碾压这些事情是当时还当时想的就是 怎么避免这个事情嗯所以这个第一个我想的这个写内参这个事情不是被被否决了以后吗嗯我就心里很不愤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就去找了那个张爱萍的儿子嗯就是他是在总参战役信念局当局长 就是张胜是吧嗯我就找到了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够那个跟你的父亲讲一下嗯就是让这些让军队不要参与到这个这个里面来嗯这个将来参与到这个里面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嗯我说我我跟军报讲了以后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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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写这个那个参就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就是军中央军委已经 他们做出了这个戒业的这个呃就这个指示以后我们我们没我们我们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们这些那个呃他们这些老帅啊老军人啊他们还有他们的威望吗嗯我说他们能不能够这个就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呢跟张胜之间是有一些私人交情啊还是跟他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之前我参加了那个呃总 我们参加了一个战役演习这个战役演习这个战役演习就张胜他们这个部门组织的就整个的那个呃整个的导演啊还有策划啊都是他们这个部门组织的这很大的一次那个战役演习就是跨军区跨军种的这样的演习时间很长嗯所以呢在这个很长的这个演习过程当中呢就跟他们很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发了很多那个报道 所以这些报道也让他们这些人觉得哇跟我们一起来的这个记者啊就是很能感这样的啊对他们有有了那种好感这样的所以呢就有了这种建立了这种呃关系啊对所以呢就在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我又去找他嗯我说你能不能够那个 这个就是就是动就是去找跟你的父亲讲一下让他让他们从侧面能够制止就是就是这个事情不要这么计划嗯然后如果军队一定要介入的话然后可不可以就是换一个方式这样的啊就是不要直接去面对面对这个这个老百姓啊后来过了几天嗯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嗯他说江林 我父亲我父亲然后还有就是七位另外的那个七位上将然后联合给中央经纬写了一封信然后那封信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是一些那个老军人然后我们建议就是人民解放军不要继承嗯更不要对老百姓开枪要退出这个就是尽量的就是呃因为人民解放军是 人民的子弟兵嗯就很简单嗯就很简单然后就这么几句话但是讲明了军队的性质讲明了军队需要做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的这个态度都表明了然后他们七个上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七上将的嗯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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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名这个联名呢是包括张爱平张爱平啊张爱平啊张爱平是第一位嘛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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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呢就七上将的这封信呢是由张胜起草嗯然后他起草完了以后然后分别去找其他的这个这个七个上将到他们家里去请他们请他们签字因为当时这些人都退休了都离休了这样的不在位了但是调动的这些军队很多都是他们当年的就创建的军队嗯嗯他们都是创建者这样的 所以都是第一位的首长嗯所以这些军队就军队他特别讲究这个传承是就是比如说我的我的第一任的军长是谁啊谁谁当年创建了我们这个这个军队而且呢是带着他们一直打胜仗嘛然后一直包括到建立这个所谓的新中国这样的所以他们说话是很鼎用的然后呢那个在军队里的威望尽管他们退休了嗯嗯 他们离开军队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威望还是很高的那这是根本不能够不能够抹杀的所以这封信让这些人非让邓小平还有当时的领导非常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就是就是不说这封信就没有这封信这样的这封信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递到邓小平那里呃就是在 在戒业的时候戒业的时候戒严的时候然后那个呃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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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一直在生病中 就一直不断的咳嗽 就是从下面过来以后 再加上又写了那么长的拉萨戒严的文章 就等于说我没有进行很好的休息和治疗那样的 后来他电话告诉我 我就一边记下来 因为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两句话 然后我就把这个信的就打给我特别熟悉的人民日报的一个副总编 他正好是人民日报的七个编委之一 就人民日报的每天的排版啊 每版面是由他们这七个人决定的 就他们要开一个编前会 然后决定今天上什么稿子不上什么 他说的哎呀你这个太及时了 他说我们马上那个就是流版面争取在那个第一版上见报 这样的他说这个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反响 因为大家都在从就是戒严令下来以后 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就是呃 就是做各方面努力就是怎么样化解这个矛盾 不要对这个广场的学生产生伤害 特别是就哪怕是他们回到学校以后不要追究他们的这个责任这样的就是想想把这个事情平行应该充分的考虑到这些学生的他们所表达的这个善意对吧 你不能够要求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没有一点点没有错误 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人 嗯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嘛 对吧你国家将来发展成什么样子 是要靠他们的而不是说靠我们就是靠这些已经老去的这些所以这些人当时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各个方面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化解这个化解这个矛盾 因为当时这个戒严本身就已经是激化了这个第二次激化这个矛盾第一次是426社论对吧 这个社论出来以后不断人没少反而人更多了人更多多到什么程度 整个党政军机关全部上街了嗯就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这个程度就是说你没有平息下去之后然后又来了更狠的就是我要我要戒严嗯对吧 然后那戒严最后什么结果会不会这些军队上转因为是调动的军队非常多嘛 我们从从军报的这个角度我们是非常就知道15个集团军包围北京用得着嘛对不对 就这么点学生你用你调这么多的军队来干嘛 20万啊对啊20万军队你你你你用得着这样子 往常也就几千几千名学生 对啊当年这个因为说句话就是说当年解放北京城的时候对吧 傅作义那个就包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军队啊 嗯当时傅作义是什么态度傅作义是和平就是就采取了和平态度嘛 我投降对吧我我向那个解放军投降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进城 不要轰炸不要破坏这个古老的这个这个这座古城北平这座古城啊 我作为这个守军我向我向你们投诚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态度是非常棒啊 然后这个让北京城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负责于和平解放的这个行为啊 所以这个是就是很值得就是现在的就当时的军队应该借鉴这个对吧 你都已经夺取政权了都是你的法院公检法全部都是你的你怕那些学生干嘛 他们什么手手上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手无寸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而且他们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大的也不过是22岁吧 就大学毕业对吧那时候大学是四年18岁进入进入大学 是学四年以后22岁毕业对吧 都是这么年轻的这个这个学生 嗯 所以就其实在这之后我后来知道其实在这个就是张爱平没有跟七个上将联名 他为什么联名也是有也是有来头的就是在这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信 嗯 这封信比较长是他自己自己写的他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给给那个中央写的那封信 就建议党中央要派人到现场去跟学生谈判 说我们都是做学生运动的我们过去 然后我们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 我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跟他们就坐下来谈吗 有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诉求我们跟他们谈不就行了吗 所以那时候那个学生就是那当时还出现了那个几万名那个十几十几万学生 然后在天安门然后有几个代表跪着跪着他们跪求总理 啊对就是要和我们对话啊 嗯要那个要接受我们的这个请愿啊 我们他们有几个有有有个一二三四的这个这个要求对吧 都是非常和平的为什么不能真的走到他们中间 然后来和他们进行这个这个这个交流呢 他个人写了一个很长的信 大概这封信有我后来看过他的那个这封信的那个亲笔的这个这个手稿了 大概有有一千多字吧这样的他自己写的 然后送到了那个通过中央军委然后送到了那个就送上去了 就没人理他们这个大概是就是在戒严之前就发过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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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个没有没有作用嘛 没有作用之后所以呢我后来去但是我不知道我后来不是看到这个 这个38军的这个几台军车在这个天安门被围住这个情况 然后找到张胜以后然后跟张胜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所以他们那封信就是一个联名的信 嗯然后但是全部都就是石身大海了 全部都石身大海了但是在戒严之前就是这封信 他们那七上将的那封信流露出来的 张海平自己那封信就是很就是只是只是我当时我后来19年的时候 我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很艰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就是这些人没有做事是看着就这些这些保军人呢 还有这个军队的这些军队的这些就是高级机关的这些人呢 都是就是看着这个事情而且放任这个事情这样发展的 就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就希望来平 希望用这个努力来平息这个这个这件事情啊 这个事态啊这个这个是那 跟我们现在跟我们就是跟我们回忆一下啊就是说 sorry 就是现在我想请这个江陵给我们回忆一下就是6月3号 当天呃就是您之前也接受过采访就是说您跟张胜之间就说 你们呃怎么样就一共是四个人哈就是见证了这个就是人民子弟兵哈就是向这个人民开枪了这个这个过程 能够讲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啊我觉得我这个这个也是因为这所有的我的见证都是都是我在呃就是回家的这个路上 然后路过天安门看到的就6月4号那6月3号哪天是星期天嗯啊是星期六对星期六 然后要我我也是要要要回家吗下午下午呃我早晨就就出发了早晨就出发了 早晨因为当时呢就是呃北京市戒严就到那天就所有的公交公共交通都都停了嗯 那我的那个地址我要回家这个路就非常长 我要从西边就原来我我在解放情报之前我是在总后勤部工作的 所以我一直住在总后勤部的宿舍我要从西边的那个总后勤部的宿舍出发 然后到达北边的总正的宿舍 那个我的女儿在那我的女儿那时候才9岁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所以我每个星期回去在那要看他这样的 所以这个路线是非常长的 就这样子我要路过天安门然后再往往继续往北走 嗯那么我那个我出来的时候就根本什么车都没有了 就我就要腿了走然后走到军事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已经已经走走走走不动了那时候是中午了 正好我的一我们军报的有几个同事呢 就是在那在在京西宾馆就军事博物馆对面就京西宾馆嘛 在京西宾馆撰写这个四十周年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电视剧的脚本 他们在那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说那我到他们那休息一下 顺便蹭了一顿饭然后呢 当时呢就是他把我放在天安门以后 然后我就看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跟我以前几次路过的那个感觉啊 就是人少了很多 哦 因为是星期六嘛 嗯 大部分都是就是外地来的这些学生就是北京的这些学生很多都就是回回学校了啊 回学校了 因为长期在广场你说他们换衣服啊 然后要要梳洗啊 然后包括跟学学在校的学生的一些联络啊什么的 包括他们也需要休息一下 就那个时候是是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呢 但是广场仍然是很活跃 然后有很多人在散发传单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通讯工具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但是有很多油印的传单都是就红红绿绿的那样的广场很多满地都是 嗯 你就随便捡 我就那个捡了捡了一些 捡了一些呢 然后我就继续往北走 然后走的那个天都黑了 天都黑了 然后那个还没走到家 但是走到张胜他们的那个总餐的宿舍了 嗯 他们正好在这个线上 就正好在我们家到天安门的中间 这个这个位置 嗯 然后呢我就想再到他们家去 然后把我手上的传单给他看看 就说这个有现在这个天安门都是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就通过那个那个七上将那个信 我们实际上已经介入到就间接的介入到这个事情 这个事件里面了嘛 虽然我们我们不是天安门的那些直接的参与者 也不是这个这个整个事件的那个参与者 但是我们都关心这个事态的这个发展 就戒严以后的这个 他们因为快下雨了啊 我们就挂了一个地方 那么请江林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天六月三号 呃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哈 就是说您到了这个张胜的家 然后把这个传单给张胜看 然后请继续 嗯 当时呢我去张胜家的时候就他们刚刚吃完那个晚饭 然后呢那个我就简单跟他们讲了一下这个情况 他们说的那个哎呀那个他说的你看你满身都是汗 然后说在我们家那个吃个饭洗个澡 然后我们送你回家 因为他们他们正好有辆车这样的说的就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说好吧 然后那个在他们家吃完正吃吃完饭的时候 然后他的一个电话就来了 嗯 他去接了他去接那个电话出来就跟我说说坏了开枪了 我说啊他就告我 他说他的那个部下 然后他们在那个西边那个地方 就是伍克松那个地方 然后他目睹的这个这个这个开枪 然后呢他说那个我们他说咱们 嗯 他说看来这个事态就是激化了 嗯 然后我说的那我要去那个去天安门广场 后来他说哎呀太危险了 后来我说的那我是记者我说我一定要去 我说你要你能不能给我借我一辆自行车 嗯 后来他说的那个那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吧 嗯 这个他的儿子呢当时在在读书 那就是准备考大学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 那太太一听那家里三个人都要去啊 然后说的那那我也去 嗯 我们四个人就一人一辆自行车 然后呢就出发了 就准备就想到那个时候都到了西边了 那这个时候那个车会不会已经到了天安门了呢 我们就想那我们就先去天安门 嗯 我们就是这样子去想的 嗯 那我们就往天安门的那个路上的时候走到 走到那个西单那个路口的时候就过不去了 嗯 全部都是那个北京市民 他们把这个车把这个路都给挡住了 挡住到什么程度就跟人墙一样 他不是说只有一排就是只有一排的这个人 而且长安街很宽嘛 对吧 嗯 现在是八个车道还是六个车道 八个车道吧 应该是 然后那个 长安街很宽 然后呢 那个 就密密麻麻的人群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路给挡住了 对面呢 就是那个 呃 就是公安的那一拨人 嗯 然后他们呢就冲这边这么密集的人群 投掷这个 投掷这个催泪弹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因为你就做军人那么几十年啊 然后 也没 根本没有看过 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这种催泪弹 嗯 无警吧 是公安 应该是公安 公安 那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军人 然后他们对他们投掷的这个 可能是武装警察 OK 就这样的 然后呢他们他们投掷这个催泪弹 哇 那催泪弹一爆炸的时候 真的眼睛看不见了 就是全部都是泪水那样的 就是威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你自己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流眼泪 然后呢 就跟着这些人群就散开了 就你就不能够再继续占这个 占据这个这个路路面了嘛 嗯 就全部都散开 散开以后呢 就这些警察就趁着这个 投掷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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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嗯 然后他们就往前走 那么这些老百姓呢 一看 就是把那个把那个眼泪擦干净以后 又重新的聚集 然后又把他们警察又往那边推 嗯 就这样就不断的拉锯 你知道吧 就根本这些警察就没法那个就进入 就没没法过来 就就这样的 所以呢 那个在这种拉锯 后来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这个根本根本过不去啊 嗯 这样子 他因为他不是那个不是几个人 如果几个人 你那个我我我我那个记者证都是随身携带的 嗯 你随便你你你你出示这个记者证 然后像张胜出示工作证什么的 就是我们都可以都应该是可以过去的那样的 那样的 但是不行 就看到那个那个情况根本没法过 后来我们就想那就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看到军队的嘛 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个军队是就是真的不相信 就是尽管他的这个部下也是也是一个就是很出色的一个一个人了 因为我现在不好就是讲他的那个讲他的名字 但是真的是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相信 就是说一定要一定要去一定要见证一下啊 是是不是真的 嗯 那那么我们那个就是就是说我们另外走一条路 就是从天安门的长安街的北边的也有一条平行的路 这样的从这条路绕过去看 然后我们就那个走了这走了这个北边这条路 走到那个就是墓序地那个那个桥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那个桥上已经是那个火光冲天 那个那个桥上呢有有很多辆就是满载士兵的那个军车 然后呢这边就是桥的这一侧就全部都是老百姓很多人 然后呢中间中间带呢就是燃烧的就是熊熊燃烧的那个那个公共汽车 就是市民设置的路障 就是不让这个军车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路障 但是他们这个桥的这一块的那个 对不起 就这些人就这些市民就在那喊打倒法西斯 然后呢 我这个我得必须给他回应一下 因为我 好重新开心 那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你在这个立交桥 就发生了什么看到了 在立交桥呢就是火光冲天啊 就那个时候市民在火在立交桥上放置的这个 拦截军队的这个公共汽车 那公共汽车好几辆还不是说一辆 然后再再烧 然后呢我就想呢 这个火是谁点的 呃是那些市民点的 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个 这个车然后阻拦 他们这个军车开向那个向天安门开进嘛 等于跟我跟我前面看到那个那些熟寸铁的在那个路上 路上跟警察对峙的那些那些市民是一样的 嗯 这是这是另外一个路段 嗯 那个长街很长嘛 就号称十里长街那样的 然后那个 这个立交桥叫什么立交桥 这个立交桥是那个墨须地立交桥吧 墨须地立交桥还是 还是那个什么 还是另外一座立交桥 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方向了 嗯 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四面交叉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立交桥 嗯 就是车走到这儿以后可以向四个方向 四个方向转移的这样的一个立交桥 所以它的那个居民就很多 在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 嗯 嗯 那那个就是火光这样这样烧 完了这些就我们就看到这个枪 就是就是在立交桥上的那个车上的士兵 向这个立交桥下面的驶行开枪 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好就有那个 市民像市民对这个市民就看到有那个 呃有那个就受伤的市民 然后他们他们被用平板车呀自行车拉着就是 就是往那个往医院跑我们的那个车就 我们骑自行车在路上就看到这个情景 然后呢那个这边就比我们在西单看见的那个 就是要就开始有了血腥了嘛就是 嗯 那你看到血了吗 那个你就看到那个受伤的那些人 但是天很黑 嗯 然后那个你看看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就想接近这个接近这个军车 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是哪个部队 哪个部队的军车现在在这个桥上 所以呢就是因为你不能这样走过去吧 你这样走过去的话非常危险 会被那个枪打中 因为当时都穿的我们全都穿的便衣 嗯这样的因为星期天吧星期六就不要求那个军人 是要穿军装的这样的然后我们就穿着便衣 然后你那个就不能走呢就匍匐往前走 就匍匐前进就这样的趴在地上 然后试图接近这个这个桥 然后能接近这个这个军车 因为你我有记者证嘛 我是可以有权利对他们进行进行访问的 然后呢那个那个什么呃 但是呢接近不了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这个 这些燃烧的公共汽车呀 那个火烤得我的脸都快那个 好特别疼这样的 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这个军车开始动了 原来这个军车是停在这个桥上的 然后这些老百姓喊打倒法西斯 然后这边就呱就一通那个机枪的扫射就过来 就那一通就这样这边一喊 然后又是冲着这个人群 又是这样的一缩这个机枪这个扫射 所以呢那个但是这个时候已经看到这个这个车在开进的非常那个非常慢 就是慢慢的在在动 那那凭着我们这个军人的经验就是说 从这个立交桥通向天安门的通路已经打通了 就当时的那些那我们看到那些就是在西丹西丹路口的那个情况还有在这个那就是真的是这个会杀到什么程度 就开枪开到什么最后 伤亡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不敢想象了 就那个时候 特别是就想到那个我就想到中中午我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就那些那些那些学生他们会怎么样了 所以呢就想到那去目睹一下那个那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就想原道返回 然后就直接直奔天安门就从后面 直接直奔天安门 因为天安门那个后面它这样是故宫嘛 嗯 故宫然后中间呢有个五门 嗯 那个五门呢是通着的 它有东西华门 这边西华门这边东华门都是平常都是那个就是都是就是open的就是都是开放的 所以呢我们就从了那个西华门 但是我们这一路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更多的就是下来的这个被打打伤的这些这些这些老百姓 然后这些人一路就喊说的那个打道法西斯说的明天要罢工要罢课 说那个谁谁要上班就是那个就绝不去那个上班去给他们卖命那样的 就路上就是听到这样的不停的这种口号 然后就是跟着都是都是就是受伤的这些被救下来的这些这些老百姓了 然后而且呢就是听到天安门的枪声就不停的在响 我们从西从西华门已经能听到天安门那边的枪声了 对就是就这一路的枪声 因为这个这个军人这样这军车开开进过来嘛 就一路的这个枪声 但是到了这个但是我们路上的时候真的我就开始流眼泪 特别伤心 因为我就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你从当兵的那天开始 因为我我们家都是军人嘛那样的 就从小的那个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对吧 都子弟兵还不是说人民的军队 什么叫子弟兵啊我们是人民生我们的 我们是他们生我们来保卫他们的这个军队 你怎么会今天你会调转牵口向老百姓开枪 而且他们手无寸铁能能给他们开枪 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 所以我一路走就一路哭 我就在就是那个自行车那样的 我就一直在在掉眼泪 然后到了那个从西华门进来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然后就天安门的枪声是最密集的 密集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过节的那个鞭炮 李花那个鞭炮来来来来形容 就是他就是就是此起彼伏的这个 这个各种的那个枪的这个这个声音 都都在那个天安门 而且呢从天安门那个门洞啊 门洞那样看吧就是一片火光 然后能够看到那个士兵的钢盔 就是就是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这样的门洞嘛 天安门那个有有四个还是五个这样的门洞 五个好像是这样的门洞 然后这个门洞全部都是火 然后你透过火透过火 它是你在黑天嘛 它火是那个黄色的 然后呢能看到士兵的就是钢盔的这个剪影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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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那那个就说明天安门整个被被军队包围了 就已经全部占领了天安门 然后这个就火光四射那个枪声那个大作 就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袁墨说那个天安门 对很严重啊 就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 就是胡说八道嘛 就是现场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就是那天晚上大概死了多少人 估计一下就那种密集的枪声的话 那个不是我我当时是没没办法那个那个就是那个估计嘛 然后因为你你还你看到的只是 因为我说我们所有的人 就算那天所有人的目击者 那个你只看到的是一个局部 因为他这个战场太长了 你想他从西边开车过来 然后那个这一路就都有那个老百姓在阻拦 那那个都是用那个都是用枪来解决的 那你说死了多少人 就你真的是不好估计啊 但是呢直到我到了医院以后 然后那我被打伤以后送到医院以后 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